我们继续讲这个闭关修炼 这个倒数第三题了 第98题 那概念论的话呢 有一块呢 就是估计是吧 所以这些题目的话呢 这两问是两个不同的总体 所以实际上呢 就是换了一个出题的方式 反正总而言之呢 就是点估计 所以期望μ它的这个最大自然估计量 样本这个当然是我们熟悉的 就是SEX2XN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两问啊 这两问里面呢 主要是也把这个μ给求出来 求出来之后呢 然后去做这个自然函数 是吧 去求这个自然函数 什么时候达到最大 所以这个题目呢 还是比较常规的 第一个呢 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个呢 它这个S不从这个两项分布 BMP 我们一般写BMP 这个M呢 主要是为了和这个样本的容量 这个区分开来的 所以是BMP 其中呢 这个P未知 M是已知的 所以现在呢 是一个参数 是吧 一个参数 那第二个呢 是服从参数为λ的波松分布 好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把他的这个期望求出来 是吧 EX 按照这个总体的话呢 它是MP 第一个是它 那第二个里面的话呢 它这个EX 波松分布 它的期望呢 就是这个参数 是吧 所以难不打 所以现在这个μ 这是μ 这也是μ 这个呢 是μ 所以分别要求MP和λ 它的这个最大自然估计量 是吧 分别要求 这两个 好了 现在这个M呢 是一个已知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要去求这个 这个第一问呢 是要去求P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那第二问呢 就是求这个λ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所以这个目标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P和λ 是这个未知的参数 是吧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 样本 样本的这个函数 来估计这个MP 就是P估计了之后 再乘在M 对吧 然后呢 和这个λ 好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解体过程 第一个 我们来写这个P 是吧 这个是X 注意这个X 这是它的一个分布率 小P 是这个 好 这个可能弘圈的 不是很适应 CNNX CMX 是吧 就是K P的K次方 乘以那啥 是吧 1-P的什么呢 M-K次方 M-K 就是X 是吧 你的这个 这个XN 实际上是取值为1 一直到N的 就这个是要去注意一下 所以呢 这个X呢 可以从0开始 1-2 一直到0上 是吧 是M 那我们的样本呢 肯定是 所以这个私人函数 样本呢 肯定是 在这个 概率大于0的那一块 所以LP 是吧 就好了 LP呢 是连生机 I从1到那个什么 N 这是P 里面是X2 P 好 好了 OK 好 注意到这个 这前面这一项 跟 跟这个P没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一项呢 其实就是一个 呃 赔衬 可以说这一块 不要被他吓到了 其实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一块东西 跟我们的呃 这个P没有关系 随时也放在那儿 好 P 现在是指数 上面是 相加 啊 I从1到N 就是 L4 R 是吧 然后这是指数 上面是相加 好 注意相加是N个 N个的话呢 那就是MN 啊 减去 Sigma 是吧 啊 从1到N OK L4 啊 好 这个四栏函数 啊 一定要把它 写对了 啊 别别别出 这个乱子 啊 别出这个乱子 这上面是MN 解去 啊 XI的核 好 四栏函数呢 弄出来了 然后呢 两边取对数 Hello N L C 是吧 这是 关键的一步 那前面这一套呢 前面这一套 根本就不理它 你放这就好了 啊 你也没有必要去 什么化解 啊 化解呢 其实是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就就把它放这就好了 好 然后呢 再加上啊 这个呢 前面的系数出来 什么Lawmc啊 这是Lawmc啊 乘以Sigma 是吧 啊 从1到N OK XI 好 然后再 怎么样呢 加上 是吧 这是Lawmc 上面是M层 减那个啥 啊 这是Lawmc 乘以 Lawmc 然后减减 减减 Sigma R 从1到N XR OK 好 这是我们的取对数 好 取完对数之后呢 然后再去求导 是吧 DLNLc D上这个 DP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P 求导 啊 其他的那些 都是常数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当然是P分之1 乘以Sigma 是吧 R 从1到N XR 好 后面这个的话呢 是减 减去1 减P分之1 乘以Sigma 不是Sigma 这里面就是MN 谢谢吧 猜 MN呢 减去Sigma R 从1到N XR OK 好了 那 这一块呢 让它是 等于0 是吧 让它去等于0 等于0的话 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 求的唯一的一个东西 当然这个地方呢 如果按照我们 刚才讲的那个97题 那么苛刻的标准 是吧 利用什么单调性 那一块写 其实也 也能写 那这个那个呢 其实 怎么说 有点小麻烦 那我们还是写一写吧 你可以写 写成这个 P乘以1 减P分之1 然后这边是1减P倍的Sigma 是吧 I从1到N OK SR 然后去减掉 是吧 这个是P倍的 P倍的 这是MN 减去Sigma 从1到N SR 咱们写慢点吧 OK 好吧 写慢点吧 这个DP 啊 这个是L 那LN LP和这对P的找数 那其实是 呃 这么样的一个四字 是吧 这么样的一个四字 OK 好了 那然后我们来看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 它要这个 呃 其实写一下吧 写慢点吧 P乘以1减P分之1 这里面有P的 没P的就放到一边去 好 Sigma I从1到N 对吧 就是SR 减去P倍的 好吧 减去P倍的 就是 呃 Sigma 是吧 I从1到这个N SR 然后这里面的是 呃 加上 呃 看一下啊 就减去P倍的 是吧 就Sigma 这边 那一个负的 又加上一个 我看一下啊 这是 嗯 这边是 1减P它 这边是 减去啊 减去这个 嗯 看一下啊 这边是P倍的 那那一块 好 把这个 复P啊 这边是 Sigma 然后复P 这个是 这边 然后复P 再是 加上 MN 对吧 OK 然后再减去Sigma I从1到N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Sigma可以消掉了 是吧 这就是 呃 P呢 乘以1减P 一分之一啊 然后 那Sigma I从1到N 咱们这个写法 应该是B 呃 解析上的更更加那个严谨一些 就去MN 乘以P 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呃 对数 对P的这个导数 好了 那这个呃 当是吧 P等于呃 MN 分之一倍的Sigma 是吧 I从1到N XI的时候 那这个导数呢 是等于零的 比上这个DP 是等于零的 对吧 然后它比它大的时候呢 是啊 小于零的 对吧 就是P大于这个数 啊 就大于这个这个 这个某某数吧 可以不把你做完 在这个B 这个P 就是P尖吧 好不好 这个P尖的时候呢 那那这个呢 呃 DLP 就比上这个DP呢 是呃 小于零的 对吧 ok 啊 就这样的 是吧 那P呢 这个是小于这个P尖的时候呢 那这个是大于 所以那这个当这个什么呢 呃 就说 所以从而这个西班学学习说了啊 那这个P啊 它的最大是 估计量 就是P尖 是吧 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mn分之1 C的吗 从1到n 大写 你在这个一般的情况下 前面的话 总是小写 就一般的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因为为了这个写的方便 一般小写 那如果是最大自然估计量的时候 一般都把这个写成大写 好了 然后μ是吧 现在这个μ呢 是m P 是吧 它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好吧 那μ 就是m倍的P 是吧 也就是1分之1倍的Sigma 也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 X18 通常的样本均值 OK 这是这个第一问 我们就写这么多 这第一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东西 就是里面一定要注意到 那个XR 其实是一个常数 它总是取那个整数 所以那些组合数 不要被它吓着了 那组合数里面其实就是一些常数 放那就不理它了 另外一个的话呢 咱们这个未来数学上的严谨性 还是不要紧紧去求那个注点 我们求了之后 还是要说清楚 它确实是一个最大之点 好 那我们这个类似的 去做一下这个第二问 第二问的话呢 它是这个活动分布 是吧 活动分布的话呢 它的这个概率分布是 离散型的 就是 是 X的阶层 对吧 这是个分号 这是个分号 OK 不是一个 什么XR 好 那是它取值 是吧 然后是λ的X次方 就这个要习惯 习惯于这个 现在呢 X可以从零开始 OK 对于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四人函数 L λ 直接写这个 是吧 Lλ 好 Lλ 就是这个过程把它写清楚 那Mλ是所有的一层 所有的一层呢 是I从1到N 然后 Xi的阶层 分之λ 它的它的XI次方 E的 负为λ 好了 那 写在这 那写在这的话呢 它是切成 一层 层层层层层的什么东西 就是层下来 好,那这乘的话是E的负N OK,好,注意这个啊 就是这个计算能力是必须得有啊 基本的计算能力 好了,然后呢,再去取对数 取对数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常数,可以不处理它 那前面的话呢 是SigmaI从E到N OK,XI乘以那啥 N 然后这边呢 是取对数减去N 然后再减去一个对数 这东西呢,其实是一个 培证 是属于 不起作用 对我们的最大值 它的这个取得是不起作用的 好了,然后呢 然后再去求导数 固有的套路 上这个D OK,来算一下 那这个呢,是λ分之 它,对吧 λ分之四个吧 i乘以到N 就是XI 啊,这边就减了一个啥 减了一个 好了,所以它等于零的话呢 当写仅当这个λ分之四的N分之呢 也就是这个X18,也就是这个X18 OK,好 那这个题目呢好像已经巧合了啊 第一问和第二问呢 最后得到那个估计呢 最大自然估计量都是X18 啊,这这只是一个 呃,巧合啊 军属巧合啊 以后知道了这个军职 军职啊 就是说这个呃 呃,总体军职它的那个呃 呃,估计啊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这么个X18的啊 好吧,就这么一算吧 呃,这个问题可以去考虑一下 啊,考虑一下啊 那这个呃,总体军职那个ELS 这个μ,哎呀,这题目出的有点那个什么 这个μ,如果你真是这个μ的话 那这个,哎呀,实际上 啊,in fact 啊,那这个μ,它这个μ,是吧 μ等于EX 啊,它的举估计量 它一定是,啊 这个一定是X18,是吧 但是呢,它的最大自然估计量 它的未必是,啊 嗯,未必 哎,这些地方呢,属于一种一种巧合 那一种巧合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呃 最大自然估计出来了啊 其实这个,关于那个什么呢 呃,最大值 其实这边,再说一句吧 啊,那这个DAMDA 嗯,它小于,是吧 就是小于这个X18的时候呢 那它小的话呢 这个是单调增的啊 那这个是BL,是吧 它这个小就是大嘛 啊,那么呢,这个是大于X18的时候呢 这个是单调减 那,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 一般情况下注点唯一的话 那,那,那,那 那,那,这个注点呢 一般都是,呃 最大自然估计 OK 所以,呃,Go 就是这个,这个Mu 等于这个DX 是吧 就是等于那么的 它的这个最大自然估计量 啊,整 我们就是花点时间呢 写一个比较,是吧 哦 Mu 就是,是吧 N分之一Sigma 啊 从D到N 就是咱们 还是,规规矩矩矩的啊 为什么咱们就打死 啊 啊,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呃 98题啊 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啊